圣周星期一 伊撒伊亚先知书第42章第1到7节 若望福音第12章第1到17节 小德兰福传之友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2023年4月3日 耶稣基督 今天的福音里 拉扎路的妹妹玛利亚倾注玉瓶 将里面珍贵的香叶倒在耶稣身上 这举动招致了尤达斯的批评 三百银钱是尤达斯赋卖主耶稣所得的三十银钱的十倍 为尤达斯 主耶稣的身价只值得那瓶香叶的十分之一 耶稣说 由他吧 这香叶原是他留下来为我安葬之日用的 你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 至于我 你们却不常有 整个故事里 玛利亚没有说一个字 当然也没有说出那个爱字 但他的行为却使人感觉到完全是出于爱 可能玛利亚不是很善于用言语表达的人 他喜欢坐在主耶稣脚前听他讲话 路加福音第十章第39节很多时候 感情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这很可能就是玛利亚当时的状况 他知道主耶稣与经师法利赛人的严重冲突 感觉到他将面临的生命危险 他心中对他的主耶稣充满了疼惜和挂念 但千言万语也显得太贫乏了 所以他做了极浪费 极不明智 不会计算的举动 三百银钱可能是玛利亚一生的积蓄 但爱不是用金钱来计算的 他想到的不是三百银钱 而是要给那被拒绝 被仇恨的主耶稣一点安慰 尤达斯的反对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 是啊 世上穷人连饭都没得吃 为什么不用这些钱来救济他们 但我想主耶稣此时此刻正是最穷的人 最需要别人来帮助的人 穷人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 人如果要活得像个人 需要的不单单是食物和衣服 更要知道活着的意义此精神食粮 在这富饶的地球上 物质上的贫乏是有罪的人类的悲剧 这物质贫穷悲剧的终极原因 是人类精神上的贫穷 也就是欠缺了俗化的价值观 所认为的毫无用处的东西 爱情 友谊 真 善 美 圣 俗化的价值观 轻蔽地说 爱情一斤值多少钱 真理一斤值多少钱 尤达斯自称很为穷人注想 但如果我们要为穷人募捐筹款的话 我们会到谁哪里去筹 我想我们会到玛利亚这样的人那里去 到尤达斯这种精于计算的人那里 只会花篮打水一场空 实际做事的人正是懂得爱的人 爱不只是罗曼蒂克的情感 更是实际做事的能力 因为爱能牺牲和受苦 受苦越多 证明爱越深 现在生活指数很高 物价很贵 但最贵 代价最高的东西是爱 千金难买的 爱是浪费的 不斤斤计较的 最好的例子 就是这圣州纪念的天主子耶稣基督的苦难 我们人是谁 天主是谁 我们怎么看当天主子为我们取了奴仆的形体 怎么看当天主子为我们受如此的侮辱欺凌 怎么看当天主子为我们受鞭打 受十字架的苦行 清流宝穴 受造的人啊 你是谁 竟被创造你的天主爱到如此疯狂 浪费 宇宙造主 主天主子被长毛刺破的泪旁涌出的宝穴 不知一斤值多少钱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浮船之友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浮船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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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